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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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新疆劳改营问题时 他脸色突变 说新疆治理得很好 人们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不知道他是否在感恩自己没有被抓进去 在3月12日最高法院周强院长的工作报告中 他表示法院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强调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作为头等大事 但他忘记了法院的首要职能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周强的报告还有一点怪异的是 他在报告中将人权二字进行了调换 分析人士把今年最高法院的报告与去年的进行比较 其中第二部分 去年的标题是 坚持严格公正司法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今年改成依法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 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以人民取代了人权 莫非人权在中国也成了禁用的词汇 华为集团宣布起诉美国政府国防授权法案 条款了违反宪法后 王毅外长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同时我们也支持相关的企业和个人 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不当沉默的羔羊 王毅外长的话说得很漂亮 但中国至今没有违审查制度 中国人无法就法律法规是否违宪提起宪法诉讼 王毅外长呼吁中国人不当沉默羔羊的话 没有吓走美国的川普总统 但是把习近平吓出了一身冷汗 今年两会的尴尬和诡异 使我们不由想起了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的两会 以及朱镕基和温家宝的记者招待会 尽管远比不上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开明 但仍不是虎月 为什么今年两会如此衰败 答案也不复杂 那就是中共政权已经今非昔比 习近平站在井山上向上看 满眼是飞舞的黑天舞 向下往到处是奔跑的灰溪流 不计悲从中来 时事评论员林何利先生指出 习近平今年已多次强调警提黑天鹅和灰溪流事件 也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随时触发颜色革命 加上苏共的七十年灭党魔咒的阴霾 习近平惧怕中共以及个人地位受到威胁 林何利指出 说到颜色革命就非常严重 等于政治上会变天 也就是共产党会倒台 所以今年的两会强调必须政治稳定 以及使用言行俊法来保持共产党的绝对权威 而且苏联共产党刚恰执政七十年便垮台 中共也十分紧张 担心重蹈苏联的负责 中共政府担心今年的失业率更为严重 以及很多社会的怨气 主要来自于社会的底下层 中美贸易战使经济持续下滑问题更加严重 特别是沿岸靠出口为生的审视 有很多工厂关门 很多外商已经将工厂搬移到其他的国家 的确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使习近平感到危机四伏 惶惶不可终日 1月21日 习近平在省部级一把手 研讨班上做了七大安全的讲话 核心就是政治安全 24日 王滬林要求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 25日 政治局会议制定出台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 请示报告条例 这些会议贯穿一条线 求稳再求稳 强调政治安全 强化防坏意识 防范严实格力 独立学者荣建先生 只指要害 政治安全的核心是领袖安全 保护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 实质上是保护领袖安全 在专制集权体制下 领袖是最不安全的 但令人不解的是 十九大才召开一年多 习近平曾自信满满的 要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和人类提供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甚至要回答 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终极问题 为什么中共的政权 突然变得遥遥欲坠了呢 有分析人士指出 十九大以来 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然后乐己身悲 中美贸易战爆发 中国经济进入寒冬 社会危机四伏 个人超级极权 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 放弃韬光养晦 在国际舞台上咄咄逼人 导致中国越来越孤立 习近平成了孤家寡人 引发各种不满 习近平如是感觉到 政治不安全的问题 很严重 有学者认为 比起经济放缓 真正让习近平感到害怕的是 意外事情的发生 对于他们来说 未知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 像过去许多 共产主义政权一样 中共正逐渐发现 最难控制的是民心思变 澳大利亚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 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 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 阵营的六路人马 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 对习近平红二代的倒行律师 和复辟回朝 进行顽强的抵抗 他们是自由知识分子 和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 党内民主派 民运异议人士 基督教自由派 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 维权律师和草根维权人士等 各路民主人士在风雨中 一如既往的抱团取暖 守望相助 实际上当下中国 已经形成了大象无形的 自由民主大联盟 一语沉沉 冯教授的话音未落 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 台湾嘉南药理大学 酒吧后学生李家宝 日前在推特直播 主张推行中国民主化 反对习近平专制 李家宝称 他实在不能忍受习近平的专制 以及对人权的迫害 因此选在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周年时 发表我反对的谈话 他说如今要求中共启动宪政改革 民主化已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希望通过行动将自由民主的精神送进中国 引导同龄人勇敢的站出来 说出对专制政权的反对 他说重视力量小 但依然能看到彼此的存在 让大家看见漫天烦心 因此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中上所述 我认为今年两会的尴尬和诡异啊 其实并不奇怪 正如许章润先生所言 思维美临历史危机关头 都会出现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 只在线而已 就此案言 其毫无历史感于现代政治意识 更无基于普世文明 自觉的道义担当 媚于十四大道 又深入文革政治烙印 虚焦之下 允为干财 而用力过猛 却又用错了方向 致使弄权有术 当官有方 而治国无道 其子折腾 只是道行历史 一场吹鼓拉朽的暴风雨 正在到来 习近平和中共 在做最坏的打算 中国人也在准备迎接 中国宪政转型的壮丽二出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